我们的记者手持龙群宝剑 为何能够削铁如泥 我们的嘉宾在杜萨尔多夫 又发现了怎样奇特的刀 当美味的鱼头 邂逅醋闷牛肉 当炫目的板龙 偶遇欢闹的狂欢节 你同志听完了以后 哎呀 这眉飞色舞啊 城市一对一 中国龙泉对话德国杜萨尔多夫 正在播出 城市一对一 发现城市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今天我们对话的这两个城市 都善于锻造兵器 一个是中国的龙泉 另外一个是德国的杜萨尔多夫 我来介绍一下两位对话嘉宾 来自龙泉的城市推荐人 徐仪 欢迎 你好 小东 您好 大家好 徐仪是龙泉人 是的 好 今天你为龙泉代言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北京电视台记者潘雷 欢迎 小东好 大家好 好 两城对话 就先从龙泉开始 怎么样 有没有感受到我这渐气呀 那这里呢 就是宝剑之城 浙江龙泉 相传啊 在春秋战国时期 铸剑大师欧野子奉楚王之命 要打造一把绝世好剑 他访便了大江南北 最后啊 选定了这里 因为在这里呢 他发现了七个泉眼 这七个泉眼啊 从空中俯瞰 向北斗七星若龙再渊 所以呢 把在这里打造的 这把宝剑起名为龙渊剑 后因毕唐高祖李渊慧 改名为龙泉剑 那么龙泉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因这把宝剑而得名的 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自春秋时期就是一座筑剑名城 有着2600多年的筑剑历史 如今 这种文化得以发扬和传承 城市中到处都能看到 与剑有关的建筑 道路 商铺等等 数不胜数 这里啊 是剑池西路 要想在龙泉选一把好剑 就一定要来这儿了 你看啊 这路旁呢 都是各式各样的剑铺 对于宝剑呀 我当然是个外行人了 所以啊 我特意啊 和当地的一位筑剑大师 汤大师约好了 让他来带我们了解这龙泉剑 你看 就是这儿了 汤大师您好 汤汝萍 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 龙泉剑断职技艺的 飞移传承人 专业从事宝剑设计制作 三十余年 不少作品曾被外国元首 和各大博物馆收藏 是龙泉筑剑师中的领军任务 听汤大师介绍 虽然他的展馆中都是龙泉剑 但是不同时代的剑 风格却大不相同 跟他所铸造的时代背景 综合国力 以及人们的审美 有着密切的联系 像这一把剑的话就是一个焊剑 在焊带的时候 剑的话呢 他们也真正推出 这个忍兵器这个舞台 适用于实战 对 剑柄这个地方的话 它绕的是一个绵绳 隔着当中 剑跟剑劈的时候呢 它是起了一个缓冲 一个减震的一个作用 我看这个剑身上 还有这是雪槽吗 一般的话呢 外行人说的这个雪槽 其实我们做剑的话呢 这个凹形这个部分磨掉的话呢 这个重心就比较在后面 在后面的话呢 在格斗起来的就得心硬伤 我看这边这把剑 和这个您说这个汉剑 还不太一样 尤其是这个剑翘啊 特别的华丽 对 这个就是唐剑 到唐代的时候呢 这个剑呢 已经退出了这个 忍兵器这个舞台了 更多的显示呢 是一个身份 或者地位的一个佩戴的 一个事件 然后上面还镶了好多宝石 对 唐大师说 汉剑古朴实用 唐剑华丽奢华 到了清代 龙泉剑则更加追求文化内涵 所以清剑上更多的是 梅兰竹菊 诗词歌赋等文化元素 仅仅感受了龙泉剑的外观 显然是难以满足 安妮的好奇心 于是 唐大师决定 再给我们展示 龙泉剑的真正威力 我手里拿的这一根是钢筋是吧 五毫米的粗细的 那下面就交给大师您了 好的 好厉害啊大师 您听见了吗 大师没砍一刀的时候 那个钢筋断掉的那一块 就这样飞出去了 而且会有掉落的声音 您再看这个切过的这个横截面 是整整齐齐的 再看这底下垫的 大师这垫的是什么 这个是铁 这是铁 您看这铁上都有这个 键砍过的痕迹 那咱们这键真的没事吗 键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那这上面 这个是砍过的一个痕迹 这是砍过的痕迹 一点事都没事 哦 这是钢筋划过的痕迹 但键刃一点事都没有 对 唐大师说 砍钢筋主要是为了检验 键的硬度 而要检验的锋利和韧性 还得用草席来测试 哦 我看您这个草席 感觉像我的胳膊那么粗 而且拧得紧紧的 特别的硬 您是这个要一次性砍掉 砍断四根吗 对 四根 那接下来就交给大师您了 好的 大师要准备开始了 大师好厉害啊 您看到了吗 真的是轻轻松松 一下子砍断了四个草席 而且您看啊 这个横结面是整整齐齐的 一点毛刺都没有 感觉您很轻松的就砍断了 你也可以试一下 我也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可以试一下 就虽然没有像您这样一身 练就过了武艺 也是可以砍断的 对 手要握紧 然后之后呢 四十五度基本上下去 四十五度 这个幅度的拉大一点 这个幅度的 对 还有拉大 拉到这后面来 拉到这 对 然后这样 对 扭过上来砍 稍微斜一点点 再斜一点 再斜一点 这样 再幅度拉大一点 这样就挺平均的 下去 可以是吗 你到大师您多远点 我现在握着剑 都害怕我自己 下去 可以是下剑 可以 真的可以啊 大师 真的可以砍断 没想到我虽无一身武功 但是手持着龙泉剑 也可以仗剑走天涯 为什么龙泉这块地方 还会出这么好的宝剑呢 这五剑呢 它需要具备 很多很多的条件 而龙泉呢 恰好这些条件 它都具备 都有哪些条件 是这样啊 您看 如果您今天 跟我去龙泉玩 那么我们到 沉水里边去走一走 手里呢 拿一个那个磁铁 那么你踩 那个溪水里边 走一圈 把磁铁拿上来 一看 咦 上面沾满了一种 黑乎乎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铁鹰纱 在2500多年前 欧椰子呢 就是在我们龙泉 这个溪水里边 找到了这种 露天的大量的铁银纱 以前的时候 那个剑都是 用铜做的呀 铜剑 相对来说软一点 那铁来柱的话 相对来说 就锋利多了嘛 在另外一个元素呢 我们龙泉啊 它盛产一种 非常好的磨石 量石 是磨剑用的 对 必须用这种量石 经过研磨之后啊 这个宝剑才能够变得 寒光逼人 非常的锋利 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画面当中 什么削铁无泥啊 是吧 除了这些自然条件之外 为什么会这么锋利 这么锋利的原因是有的 这个跟锻造的记忆有关系 主要是锻造技术要讲究 是的 行 那马上跟着我们的记者 还有汤大师 去龙泉的一所 重建学校 去了解一下 宝剑是怎么筑出来的 好 安妮哈 这里呢是全国唯一一所 有筑建工艺课程的 这个一个职业技术学校 就是这个学校里是教学生们 如何筑建的是吗 他们这是在打剑劈是吗 这个是在稳断 把这个剑调直 要调得健身的直 汤大师说 谁要锻造一把宝剑 需要经过 炼 铲 错 冷断 脆火 磨光等二十多道工序 每一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 不能有半点马虎 谁知 就在我们记者探访的过程中 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回过神来的摄像大哥第二次尝试 没想到这回还真被躺着了 上千度的铁花还真是挺可怕 等到火花基本没了 安妮才敢慢慢走上前去 没事没事 汤大师 那这个打的这一块是什么材质啊 对 它们当根铁 直接断打 增加铁的一个韧性 哦 所以要有钢有铁 对 叫做钢能相继的 哦 是这样 嗯 听汤大师介绍说 朱建石打得有师徒二人一起断打 师傅拿小锤负责指哪儿 徒弟拿大锤负责打哪儿 重量不同 所以才有了叮当这不同的声响 那这样打一把剑 要不停的锤多小时啊 这个的话最起码几十万次了 一把剑 一把剑要打几十万次 对 大师说 反复断打是铸造龙拳剑必经的过程 但是想要造出一把好剑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脆火 这是怎样的一个步骤呢 怎样的一个剑 把这个剑烧通红 往这边放到这个水里面 急速冷却 就达到这个剑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硬度 就是把这个剑本身要定型 是通过这个 萃水的这个过程 就是它提高剑的一个硬度 提高硬度 对 这样萃出来的话 就可以扛那个钢筋 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步骤 我们的剑才可以砍钢筋 对 当它进入到水的那一刻 随着有刺辣的声音和小气泡 这个剑才是真正开始的 它作为剑的医生 其实驻剑师给它激活了它的能力 能够消铁如泥 画了点睛一样 消铁如泥 同学驻剑 后继友人 对 现在多希望能退到这个冷兵器时代 那中国就天下无敌了 你瞧我们宝剑铸造的 对 那许一如果去到龙泉买宝剑 咱们能挑选一把上好的宝剑 这你都问对了 今天正好 我带了一把龙泉宝剑来到现场 带来了 对啊 那要不让我们边看边了解 太好了 拿上来 哎呀 这黄 你瞎饶命 看来您看 这个剑身上 你仔细看 您会发现这个花纹 对吧 像水波一样 是的 流的这种水波纹 对 每折叠断打 一次它就能够形成这样子一条花纹 这个花纹是越多越细 这把剑 它的钢和铁的融合程度就越好 那么它就刚柔并进 就越锋利 第一个就是看花纹 对 第二点呢 您看一下 这个剑身上 它是很光滑的 它没有图案 对吧 而有些剑呢 它的剑身上 它会雕龙刻缝 雕龙刻缝的过程当中 它会加入这个子铜或者是黄铜 黄铜和子铜 它的融点要低 那么这一段 它就不能放下去那个脆火 它就没有那么锋利 花纹多的剑就是装饰用剑 更多的是观赏 实用性会差 我们第三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剑眼 这个有剑眼呢 它不仅可以增加这个剑的这个美感 而且它这个有剑眼 代表了这把剑的这个剑饼 它是宽饼的 那么它会显得更加的牢固和结实 它其实有实际意义 对 真不错 一聊起这个剑来 兵器来 男同胞都比较这个 看起来热血沸腾啊 是啊 我们喜欢这个 对对对 另外一个对话城市 都塞尔多夫 也跟兵器有关 它们不是剑 它们是刀 来看看 它们的刀如何 杜塞尔多夫 位于德国莱茵河畔 是北莱茵威斯特法文州的首府 市区人口约为57万 城中的老城区 完整保存着 德国传统的民居建筑 市政集市广场的中心 矗立着1711年雕城的 约翰威廉大公爵的青铜奇象 正是它造就了杜塞尔多夫 成为了今天的文化名城 市区中央的国王大道 运集了大量的服装店 珠宝店和古董拍卖行 堪称世界上最美的购物街之一 除了热闹的中心城区之外 与中国龙泉类似 这里也是一座兵器之城 在杜塞尔多夫辖区东部 有一座小城镇索林根 是举世闻名的刀城 从中世纪开始 这里就生产寒冰利刃 铁匠铺的敲水声 甚至盖过了教堂的钟声 二战时期 德国的军刀 几乎全部产自这里 而今天 90%以上的德国刀具 也在这里制造 如果您对刀具感兴趣的话 到访杜塞尔多夫 别忘了一定要到刀城 来走一走 看一看 这个地方叫索林根 对 也是可以称之为刀城 真的到处都是刀 而且进到这个城市里边 你会感觉这个城市 是一个明皇广的城市 因为整个这个小城不大 却有一千五百家 这个就是做刀的这个布面 而且还有很多的二手刀店 并且在节假日的时候 会有这种专门给这个 二手刀具做的这种 咱们中国叫什么 叫跳踏市场 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迷们 都会到这个小城镇 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刀具 不一定非要买新刀 老刀是更值钱的 并且还有一些 非常奇怪的一些刀具 我曾经就在这个跳踏市场 找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刀具 拿起来都不知道 它这么长的一把刀 前面有一勾 就不知道在干什么的 因为刀尖 你比如说刺人的 应该是最锋利的地方 他就把刀尖那个地方 弄成一个钩 那更狠了 刺进去 它钩出来 就是你拿它出来 别人一看 这个太残忍了 别人一看都不知道 你拿下什么东西 拿鱼钩出来谁 那是做什么用的那钩 对 它是跳伞的飞行员 在欧洲降落的时候 欧洲全都是这些灌木丛 很有可能在黑天 因为伞兵一般都是夜里作战 白天的人是 双双双双就给都给打了 夜里面它掉下来了以后 它不知道地面是什么样的 很有可能这个伞 就挂到很多灌木丛上面了 它晚上就缠着 跟这蜘蛛网似的 它解不开 你要拿普通的刀的话 你还得找还得捋 有可能还伤到自己 拿蹭 就给自己拉回 所以它前面做成一个钩 这钩里边是待这儿的 你只要是顺着这根绳一拉 你都不用看 黑天就自然而然 就可以把自己脱困了 专门给伞兵用的一种刀 还有就是 为什么这块地方 还会出这么好的刀呢 索林根这个地方 其实跟这个龙泉 还真的挺像的 是吗 就是因为它跟龙泉一样 有这种自然的资源 旁边有山 山里边有铁矿 而且满山的木材 并且旁边有河 这个河还是冷水的 如果在淬火的情况下 比较好 并且那个地方 有很多这种合金矿 比如说镍 隔 所以据传说 最早的来这儿 是一个隐居的一个将军 它戎马生涯结束了以后 到这儿来隐居 它发现这个地方 有这种金属 有合金 然后还有这个水 它自己又有这种 冶炼的技术 它就想办法把这些 就能找到这些金属 全混在了一起 那么非常偶然的情况下 得到现在非常著名的 一种金属 叫做不锈钢 现在在世界上 都非常著名的几个 就是后锄用的 这个锄刀的这个品牌 全都在索林根这个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和平时代的来临 隐居文化的日渐丰富 如今的锄林根 已经不再是一座 主营军刀的小城 而是成为生活用刀的天下 像伯克 三叉 双利人等 不少国际知名的刀具品牌 全都诞生在这里 生产品种 也扩大到西餐刀 锄刀 手术刀 剃刀 甚至指甲刀等等 各种各样种类繁多 在制作工艺上 也更加现代化 压模 切割 打磨 几乎全部是机器来操作 便捷而高效 与以前相比 因为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虽然减少了大量 人工锻造的过程 但是刀具的质量 丝毫也不逊色 这刀啊 现在来看的 都是民用刀多一些 它的刀 它的特点在哪里 好在什么地方 首先就是不锈钢 它肯定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保养起来就非常方便 你不用担心 它很长时间以后会生锈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看一些美食节目 说我们在家拿这菜刀切 都卡 卡 奔使劲 你看人家那厨师拿过来 几下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刀骨一样 它的硬度非常高 它做不了长的 它容易碎 它脆嘛 但是它容易 硬了就脆 对 它的硬了以后 做成这个短的 它的锋利程度就非常高 就是你拿这个刀放在这儿 轻轻手指一推 旁边如果有一个萝卜的话 直接能把萝卜斩断 但是它不适合作为大的这个武器 一碰它 噠就跟玻璃一样就碎掉了 所以它适合锻造短兵器 对 所以慢慢就往厨房走了 那个徐云你看看 它这龙泉剑和这个 杜塞尔多夫的刀 拼比一下 谁能剩啊 切菜嘛 你是要武剑吗 我都进不了身 进不了身 而且还有 就这个西餐的这些 就是算是 米其林级的大师吧 他们出去都要有一套 自己的刀具的 那你的刀 它是不用的 它要是没有一个 索林根自己的 一个签名刀具的话 一打就不好意思 跟人家说自己是著名的 其实龙泉宝剑以后 发展方向 也可以向这个 后厨用具开始转移一下 因为这个市场特别之大 咱们可以把这件 把这个件呢 一边不开刃了 留一边就可以切菜了 龙泉美味的鱼头 与水有何关系 冲马桶的水 挤脚的水 它都是矿泉水 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杜塞尔多夫的醋闷牛肉 为何又要等一周才吃 你得提前预约 要不然还腌不好呢 城市一对一 正在播出 哎呀这个 咱们还是少说点刀光剑 有点事 我们还是离开这个兵器 再聊一聊 我们龙泉的美食吧 好 提起龙泉的美食 那可真是数不胜数 像黄米果 龙南田螺 竹笋烧肉等等 各式各样五花八门 不过我们的记者安妮 又会为您推荐 什么样的龙泉美食呢 龙泉自古以来啊 就物产丰富 是个鱼米之香 鱼米之香哦 所以我们要吃 什么样的美食呢 这答案啊 就在我身旁着 看似平静的网香之中 大哥啊 咱们这可以起网了吗 可以了 那咱们开始吧 要从那边拉过来是吗 哦 啊 收网啊 哦 哦 您看好多鱼啊 而且很大 大哥这都是什么鱼啊 都是大头鱼 大头鱼 还是野生的大头鱼 这一条鱼得多少斤啊 十来斤啊 十来斤啊 那这鱼怎么卖的呀 这鱼也是百来块鱼条吧 哦 哎 那我看这一条不错 大哥 我就买这条了 不用买 我都送剩你那条 啊 真的呀 有口福了 龙泉人酷爱吃鱼 其中最受欢迎的 就是这安人镇仙宫湖中的雍鱼 其制作方法十分讲究 从胸臂上只取鱼头 将其去鳞洗净 然后剁成大块 放到油锅中 煎上三分钟 随后加入料酒 辣椒 盐味精等 反复炖煮 最后再放入豆腐 小煮片刻 就可以上桌了 哇 这安人鱼头实在是太香了 而且您看啊 这汤啊都熬成了奶白色 先替您尝一尝 哇 浓郁呀 我想这啊就是鱼头和鱼肉的不同之处了 这鱼头啊吃起来真的是滑嫩至极啊 像蛋羹一样一吸就到胃里了 而且这鱼汤啊还熬出了奶香味 中间啊还夹杂了淡淡的清香 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到龙泉来 一定不要错过这安人鱼头 看起来吃这么香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说到这个鱼头那么好吃 我得先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因为龙泉啊是一座用矿泉水洗澡的城市 因为龙泉这个地方是欧江的源头 水质非常好 我有很多朋友到过龙泉 他都会有一种同样的感受 那就是什么呢 早晨的时候从水龙头放出来的那个水 刷牙水 他一喝甜甜的 包括在洗澡的时候你们都能感觉到 这个水如果流进嘴里 它都是甘甜的 甚至是这个我们龙泉 这个冲马桶的水 洗脚的水 它都是矿泉水 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水好 对 水好就是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 还会加入一种特殊的调味料 紫酥 这种紫酥呢 它有一种像薄荷或者是迷迭香一样的那种味道 它既可以去腥 又可以去湿 而且还可以养胃 所以说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烧制的过程当中 还会加入当地人制作的盐卤豆腐 这个动植物蛋白这两种互相混合 那么既营养又好吃 您说能不好吃吗 我是很喜欢吃的 还真是 但是到龙泉呢 不仅要吃鱼头 龙泉呢 还有一道菜呢 也很有特点它是一个大绘脆石锦菜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为了能品尝到另一种龙泉美食 我们的记者安妮特地起个大早 到农贸市场进行大采购 你看 这个是雷笋 没见过 姐姐 这木耳怎么卖 五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 我挑一些 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 安妮已经买了一大框褐色菜肴 谢谢 哇 你看 三块钱就可以买到两个这么大的笋 好便宜啊 而且你看啊 我们今天除了有买笋之外 还有胡萝卜 木耳 豆泡 姜 还有大蒜 这么多新鲜的食材啊 为的只是做一道美食 是什么呢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安妮所说的这道美食 就是龙泉的另一名吃炒盒菜 它是将胡萝卜 豆芽 鸡蛋 青蒜 豆干 木耳等十种食材 分别切条 放到大锅中炒熟 然后再充分固合搅拌均匀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这样就是龙泉的炒盒菜了 和北方的不太一样 我印象中的炒盒菜呢 是用这个豆芽 粉丝 菠菜 还有蛋皮炒成的 还得配着春饼吃 可是您看这儿的炒盒菜啊 我觉得说它是半盒菜 更合适一些 哎呀 到底这味道怎么样呢 我先帮您尝一下 酸酸辣辣的 而且这口感上啊 因为有笋和萝卜是硬的 这个豆泡和香菇是软的 软硬结合 那味道上呢 你看啊 有青菜 有海味 有菌类 一口吃下去啊 好几种味道融合在嘴里 层次感非常丰富 我觉得啊 这炒盒菜 也可以算得上是群鹰贵脆 这叫盒菜 对 家家户户都会做啊 是的 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素菜 搁到一块炒呢 您看这个名字呀 盒菜 盒寓意着盒和美美 和谐 和谐 幸福这个意思 我还以为说是和气生财呢 那也有这个意思呀 也有这个意思 我们以前小时候 我们都是这个院子里呢 住院子嘛 你们家 我们家 我们就一起一块炒 好 我们家有这个烟萝卜 我们家拿 好 你们家有那个东西 你们家拿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炒 一起来做 大家凑在一起 台锅炒也行 在大年三十的时候 一般都是邻居们聚在一块 进行制作 其实等你做好了之后 然后再你们家送一盘 你们家送一盘 大家分着吃 寓意着邻里和谐 大家和和美美 以前有什么不愉快啊 对 张家常理家短的 都说了半天了 到了炒盒菜的时候 你是吧 我多拿点紫菜行吗 我多放点豆腐啊 别说我了 好 挺好 但是这个菜虽然说不错 你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吉祥 割点肉不更好吗 为什么里面没有肉呢 过年呀 您看大家都是大鱼大肉 吃多了嘛 很油腻 这个菜呢 它非常的爽口 就是主动吃素 这个其实也是养生嘛 总不能天天都是 大鱼大肉的事嘛 对吧 好 那我们说一下 另外一个日子过的 还一般的城市 都塞尔多夫 他们的美食 还是喜欢吃肉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提起都塞尔多夫 那堪称是德国美食 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因为云集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 所以这里的美食 也是五花八门 要说到这座城市 最具特色的当地美食 那还得来到莱伊河畔 这里的烤猪肘远近闻名 它是将腌制好的猪肘 放在火上 充分烤熟 待外皮金黄后 再撒上盐和胡椒 等各种调料 搭配着酸菜和啤酒 一起食用 口味咸香 肥而不腻 此外 这里的咖喱香肠配红酒 也是一大特色 不过 对于我们的嘉宾潘雷来说 杜塞尔多夫 还有一道美食 不得不提 那就是 有着德国国菜之称的 醋焖牛肉 这道用醋制作的 重口味美食 是什么味道 潘雷又有着 怎样的难忘记忆呢 醋焖牛肉 这是一道 来自山西的大菜 这道菜是他们的传统菜吗 是传统菜 而且这个也是跟当地的 这个就是自然环境 也是有关系 德国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牛肉 这是因为那个地方 就产这个牛肉 另外就是德国这个醋焖牛肉 用的这个醋是红酒醋 其实什么是红酒醋 家里边的红酒 打开盖没喝完 你割了一个星期 你发现这就带酸味了 其实它就是过度发酵 氧化反应时间过长 它自然而然就变成醋了 那它跟我们说的 那个中国那个醋 不是一个意义的醋 不一样 这醋有几个 就红酒醋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带着一种 雨后那种泥土 再加上这个植物 那个清香的味道 但是颜色会比较深 那它的制作过程 就之前先要用这个红酒醋 然后跟这些迷迭香啊 百里香啊 混在一起先腌制 腌制三到十天 所以在德国 有这么样一个习惯 就是在杜塞尔多夫这块 每星期一的时候 把这牛肉给腌上 到周末的时候 正好腌制成功了 就可以做这个粗闷牛肉 请我吃饭 周一的先跟我说 你得提前预约 要不然它腌不好呢 而且刚才切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到 这个牛肉会发干 加进了这个葡萄醋以后 整个这个纤维啊 就会变得非常软 并且拉长 纤维就会细 所以你吃起来并不柴 而且为什么它收汁以后 那个汁水 显得非常的稠 是把肉里边的蛋白质 和胶原蛋白 混在这个汁水里边 那旁边那个土豆丸子 用它来中和这种味道 一口牛肉的丰厚 加上一口淡淡的 土豆的软绵之后 然后再继续 一层一层的品味下去 如此炫目的龙泉板龙 有何独特的讲究 它一定是要保护好 这板蜡烛也不能熄灭 杜塞尔多夫的男人们 又为何要穿着高跟鞋赛跑 你看 女同志听完了以后 哎呀 这没飞做舞啊 城市一对一正在播出 我们继续我们两个城市的 这种巡游之旅啊 好 龙泉呢 听这名字龙泉 不仅有好的泉水 还有跟中华文明图腾 有关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五龙来看一看 好 在龙泉呀 还有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艺术文化 板龙 您可一定要感受一下 你好 你好 向老师 我身旁的这位呢 就是板龙的非物主文化传承人 向老师 向老师啊 刚才一进来 一眼就看到咱们这龙头了 又大又漂亮的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呢 我们这个龙头的技术呢 这是牛的鼻孔 丝的脸 但是上面有一个王字 其实说是老虎也可以吧 对 这是六角 凤爪 蛇的身 那这岂不是把咱们中国传统上的 祥瑞之物都集合在这一条龙上了 对 我们就寓意着它是神 神龙 神龙 亭向老师介绍说 板龙的龙头每年制作一次 它们会根据年份对应的属相 贴上相应的标志 整个龙头重百余金 要由八个人来抬 龙身呈滚形 由木板为底 竹条和宣纸组合合成 这里面还有蜡烛 而且是三根 我们这里当头生语言上有相细 我们就叫它是生生不息 因为咱们这三根生是同音 所以这个三个三个相连就意味着生生不息 对 这板子上还写了字呢 这个是 谁舞的就写谁的名字 就是谁来舞这块板子 这板子上就写谁的名字 是这样 向老师说 五板龙有着严格的组织规定 除了规格和造型外 舞龙之前 还要进行传统的祭祀仪式 祭拜先祖 祈求得到庇佑 并护诸人一年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随着祭祀仪式的结束和编炮声的详细 板龙就这样舞起来了 而且你看啊 整个板龙在龙头彩灯和龙声蜡鼠的照片下 显得更加的漂亮 那五板龙的路线呢 是一定要经过这个村子的每一条街巷 当经过每家每户的时候啊 这一家呢都会点起边炮来迎接板龙 贵的是吃鞋兵了 祈求这一年风调雨顺 整个场面呢是非常的热闹 据了解 龙群板龙始于五代时期 有着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龙身数百节 由长木板串联而成 每人扛一节绕节而行 每当经过路口时 龙头会上下摇摆 龙身随之游动 仿佛蛟龙出海 这样持续几个小时 然后会在整个小镇的中心广场 进行最为重要的盘龙仪式 现在啊板龙呢是在整个村子的中心广场做一个盘龙 那这样也是整个五板龙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看啊这板子呢是非常的坚硬而且长 想要把它盘成一个圆 还真的是需要每一位的勤心和力 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龙的船人 需要坚守和传承的一种精神 板龙 对 第一次看到这样五龙 大家为什么性质这么高呢 这个五龙本身它有一个人丁兴旺的这么一个象征 对 就是每家每户它出一板 那么出得越多 代表人丁越来越兴旺呀 所以家家户户都愿意来参加 另外一个元素呢 这个五龙啊还有一种新年预兆的这种一个寓意 就是说在五龙的时候啊 也会特别的注重把这个龙身保护好了 不让这个蜡烛给熄灭了 因为如果龙身坏了或是蜡烛熄灭了 那么就代表好像就是这板 这个人家里今年就不顺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下雨啊 他们就会拿出这个雨伞 把龙身遮着 宁愿自己临透了 也不让这板龙身坏掉 蜡烛灭掉 欲着一年就能够平平安安顺利吉祥 这个意思 那如果要是说家里啊 也没有男丁 板也都差不多了 那怎么办 还得更个人去跟母龙啊 对啊 特别好玩的就是这个事情 它一定是要保护好这板 蜡烛也不能熄灭 它如果是捂得很好 它就会大摇大摇 很高兴地到你家来吃饭来收红包了 如果是熄灭了 它会把这个板放在你门口一搁 然后就会溜溜地就溜走了 捂完之后那板还还给每个人 带回来呀 自己再带回来 就当品牌烧了呢 没有没有 不会的 不会的 那行 我们另外一个对话城市呢 都塞尔多夫 也有一个节日 狂欢节 来看一看 好 在德国西部的天主教徒聚集区 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狂欢节 因为根据天主教的习俗 复活节前的40天要封斋 在此期间 教徒们将被禁止食肉 以及进行娱乐 婚配等喜庆活动 所以人们在风摘到来之前 尽情地吃喝 跳舞 狂欢 在德国 每个地区的狂欢节 也各有不同 都塞尔多夫的狂欢节 可谓是最古老 最传统的狂欢节之一 其中 周一玫瑰大游行和女人节 是整个活动的最大热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万民众 都会蜂拥而至 参与到这场热闹的盛会之中 我们的嘉宾潘雷 有幸在节日期间 又给他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呢 好 这是一个城市的狂欢节 要是猛一看 一个是哪个大学校园里面 自娱自乐的 这就非常有西方文化的特点 就是德塞尔多夫这个狂欢节 它其实是整个这个区域的 狂欢节的第五个季 它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四个一到三个二 十一月十一日开始 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二日结束 那么长时间吗 三个月的狂欢节 你都想象不到吧 天天都这样狂欢 每一周都有每一周的主题 它的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十一月十一号的 十一点十一分 这跟咱们不一样 它们是这狂欢节开始了 咱们那个点是购物节开始了 购物是后面的部分 它得先有一个开幕的仪式 它也购物 对 它也购物 对 就是小丑是这个 整个狂欢节的开幕式的 一个重要的一点 它会把一些 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甚至于电视台都让播的 一些东西 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 它都有一种脱口信物的方式 然后它去说出来 然后就是花车表演 我们刚才看到花车表演 其中在二月份的时候 还有一个主题是 要让男同事穿上高跟鞋 在中间的国王大街上跑步 我想想就很好笑 你从一边听完以后 这没飞做舞啊 是吧 就是旁边的观众都是女同事 就是那一天 女人是当主人的 她甚至可以到那个施政厅 去捡这个男的工作人员的领带 然后要把家里边的丈夫 就是你把丈夫拿 就叫到这街上 你让他穿上高跟鞋 要比赛 然后赢了的话 可以赢一双高跟鞋回去 人家这号估计就按照太太的号是要的 外国朋友的结局确实是重在参与 对 志在搅和 如果我们要去那旅游 其实我们也可以参与其中 完全可以参与进去 只要是把你打扮到别人认不出来就OK 今天这两个城市因兵器结缘 但其实我们略过这些刀光剑影之后 我发现对这两个城市的美食 还有这些文化表现形式 我们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关于这两个城市的信息 那就亲自去走一走 看一看吧 好 城市一对一 品味城市魅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